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中國在外交層面上 可以說是屢欲挫折好事多磨 今次第一單要說的就是台灣方面有一個消息傳出 說大陸政府打算叫台灣的邦交國失敗 巴拉圭駐台灣大使柏馬嘯昨天透露 說大陸政府近期就向當地民間企業進行施壓 意圖迫使巴拉圭政府和台灣方面短交 改同中共政權建交 柏馬嘯就說巴拉圭總統阿布特已經斷言地拒絕了北京當局的要求 而且他還曾經公開表示過說只有台灣才是真正的朋友 柏馬嘯就說台灣和巴拉圭已經建交了接近63年 是台灣在南美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邦交國 他感謝台灣政府向當地提供了醫療和防疫物資 並且協助當地醫療人員進行抗疫 巴拉圭總統阿布特選擇和台灣繼續保持邦交關係 因為拒絕大陸政府的招手相信他不多不少就是參考了 在較早之前和台灣斷交的所謂邦交國 轉投中共懷抱之後他們的前居之鑑 實情過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陸和台灣方面不斷進行金錢外交的競賽 各自來大灑金錢去收買邦交國 但是到了後來台灣就修改了他們的外交政策 由金錢外交轉變成為務實外交 故此邦交國的數目一直都在下跌當中 而大陸剛好他們採取一個所謂大撒幣的外交政策 其實不就是等同於金錢外交 所以就叫走了不少台灣的邦交國 但是這些國家後來就個個都慎笨 為什麼呢? 比如說在較早之前和中共建交的 聖多美普林西比 這是什麼呢? 就是位於一個西非的賭國 當時就說大陸承諾了要給1億4千萬美金的巨額 去支持當地的經濟建設 但是實際上相關的項目一直都未能動工 相信就是資金未能到位 此外還有一個國家叫做布基納法索 他們和中共建交的時候協議好 要有10億美元去建設當地的高速公路和鐵路 又是至今都仍然未曾動工 布基納法索是位於哪處呢? 其實就是位於西非的一個內陸國家 而且都相當之貧窮 接著還有一個國家叫做多明尼加共和國 位於加勒比海的一個賭國 他們和中共建交的時候就約定了 說大陸方面就要向當地投資一個30億美元的項目 但是至今仍然都是得過吉 還有在2008年和台灣斷交的非洲國家馬拉圍 他們的總統曾經向外說過 說斷交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當初受到大陸方面提供60億美元的吸引 但是沒有想像到 原來台灣的醫療團隊可以在當地建立一個非常良好的醫療系統 但是當和中共建交在大陸的醫療人員接手以後 由於技術和資源不足 使得當地的醫療環境更加惡化 在斷交的第二年 就有8萬人死於愛知 故此巴拉圭總統阿布鐸 看完這麼多這些前居之鑑 他當然會有戒心 反正一動就不如一靜 兩邊其實都是金錢外交 但是台灣方面的金錢外交 就保證資金一定能夠到位 而且台灣方面也會提供一些醫療人員 去到當地協助他們建設一個醫療系統 而且水平還相當高 也得到了不少台灣所謂邦交國的讚許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反正台灣的邦交國數字 目前已經跌至15國 如果說台灣太多邦交國 就擔心他 你答應了給他那些錢 也不知道能不能夠到位 現在只剩這麼少國家 肯定他都給得起 滑滑有餘 所以阿布鐸選擇和台灣維持關係 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第二件要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比利時眾議院 以壓倒性的票數 通過了一個挺台灣的決議案 他們呼籲比利時政府 要支持台灣的民主發展 以及加強台灣的國際參與 實情在這一項投票當中 比利時眾議院150名眾議員 就有130票同意 13票棄權 另外那些相信沒有出席 反對的就是零票 故此在比數上 絕對有壓倒性的優勢 雖然這個決議案沒有約束力 但起碼是一個民意的表態 亦顯示出比利時眾議院無懼來自中國的壓力 這個決議大概說了什麼重點呢 第一 鼓勵中台兩岸恢復對話 避免單方面破壞現狀 第二 支持降低亞太區域的緊張情勢 第三 促請歐盟強化和台灣的合作關係 並且擴大雙方的合作領域 第四 呼籲以具體外交措施 來支持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等等 反正這些內容 大陸政府聽到肯定會非常不爽 第三單消息是什麼 今天陸續有媒體報道 美國、日本和澳洲 在南海海域一帶進行了聯合軍演 擺明目標就是要牽制中國 而在較早前 美國的雙航空母艦戰鬥群 去到印度洋海域一帶和印度進行了聯合軍演 而在上星期 英國《太陽時報》報道 英軍正計劃派出造價31億英鎊 技術最尖端的航空母艦伊利沙伯女王號 前往遠東海域一帶和美日等盟友進行聯合軍演習 目的又是制衡中國 還有今天在Twitter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英國下議員董勤達引述日本防衛大臣所說 說日本是歡迎成為五眼聯盟國家之一 到時五眼就會變成六眼 這一連串的軍事行動 其實全部都是衝著中國而來 最後又要說一件在今天發生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美國方面要求中國在七十二小時內 要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 實情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所說 說中國政府正在考慮要求關閉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以作反制 實情這個消息就算是屬實 亦一點都不出奇 因為在今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曾經說過 說中方會採取堅決的措施應對 而且最重要就是以下這一點 他就說美國派駐在中國的市領館數量 和外交領事人員的數量 是遠遠多過中國的 所以其實已經是留了一條尾巴 埋下了一個復筆 可能會裁設其中一間領事館 實情在目前中美互相在對方都設有一間大使館 就是位於對方的首都 另外還設有五間總領事館 美國駐華使館方面 就派駐在廣州、上海、武漢、成都和瀋陽 另外還有一間特別的 就是駐港澳總領事館 這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 現在路透社引述的消息 就說中國考慮關閉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實情意義不是很大 因為本來美國派駐在武漢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 早就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撤離了 現在根本上是沒有人辦公的 而且在之前駐武漢總領事館的領事範圍 一早已經由其他駐華使館來分擔了 故此就算關閉駐武漢總領事館 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除了報復之外 若然到最後 中美雙方真的互相關閉了對方的一家總領事館 然後就此告一段落 那就沒什麼問題 但若然關下一間 關下一又另一間的時候 到其時形勢就會變得相當嚴峻 因為如果到最後決定關閉所有市領館 分分鐘到最後就決定撤僑也不定 當然目前就未曾見到這個苗頭 因為只不過是一間 目前說這件事是二言之上組 但如果關下一間 再關第二間的時候 大家就要密切去注視情況 接著還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就會在美國時間今個星期四 即明天的下午四點多 去到尼克遜圖書館那處 進行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的題目 就是共產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 相信他在這趟演講當中 亦會有一些對華相當強硬的措持 另外還會有一些對華政策的新啟示出現 一定要密切留意 美國東部時間下午四點多 其實就是香港時間的星期五 因為相差了十二個小時 到時星期五 有什麼消息就再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